現在我身處在康城的巴士總站交通交匯處 剛剛我們見證了一艘590公里 和729公里去機場 其實接下來5時27分就會有第一班車由康城總站開出 我和大家一起Live 今天是10月31號 凌晨5時15分 方國先生和陸首席我們團隊就在康城站見證啟用巴士 是有巴士的同事是同心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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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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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음�線 哈哈哈哈 做得車長都喜歡巴士的 是啊 我們和居民分享 因為這裏等了十幾年 這裏我實在說 這裏就是 空氣條 就是樓底高 如果我有錢我會考慮 我試過我站在那裏 有些冷氣 我見這麼多巴士 這麼難上這個 這裏是很難的 是啊 起碼跟我們來講 這裏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的車場 內心感受 但這裏沒有 剛才阿威哥都說 因為我們試過這裏 它有些難關設設計得特別 比較不合理 所以我們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到這些難關 這個真的好好的 這裏是很難的 是真的 最慘的是 除了駕駛那個 就是彎位之外 我最不開心就是 空氣質素 但我自己的感覺 我現在站在那裏 我覺得走出來 都比較開揚 不是 我現在在那裏 好多謝你們 那5點27分 5點27 25分 現在看中數 現在5點17分 我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家見證 這裏 就是我們過來的 就是C29P 就會在康城站開出 是的 那就是出現了 其實這裏 這裏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他們不要說 他們除了這一架之外 如果有額外聲 他們會在這個八字那裏 兜開 即是卡位是沒有定的 他們除了自己 stand by 開那個架之外 他們其他 就會在這裏 好像個 胡佬八字那樣 在中間傾益的 那就不會好像個 長龍那樣 這裏是一個 新型的設計 其實很坦白地說 我自從由康城開出的時候 我收到不少的居民 是去要求他們 我派城上班的 那我今天 我很興奮地 告訴我的街坊 就是他們熬了十年八歲 終於 我猜可以只能在康城站 一過來 就有車 直到他們的 國泰 或者 客運大樓那裏 上班做事 你知道機場 其實有很多 即是翻車的朋友 那這就是 五格分 在下呢 是的 機二十九機 往機場 5點25 和6點55分 那你一定會說 哎 方議員 那班車那麼疏落 那 只有兩班 那 那就看看大家 如何努力 是的 當我們爭取到車給大家的時候 請大家都想想 不要只是乘地鐵 分流一下 使用 令到其他的交通營運 可以 可以 sustainable 即是可以持續到 那 人家才可以 一路這樣 提供一些合理的服務 給大家 是吧 其實我都幾舒服 有低地台 那這輛車 那這輛什麼車 呢 丹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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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車迷來的 那就是 那就是 那有啦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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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如果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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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聲一出 去階寨區之後 就要延遲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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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 smart 這裏 那裏 都可以直去 就是說 這裏 我們 Incorpor 上這裏 之後 將來呢 可不可以發揮 我們的 轉星站 也會快一些 去 我們這裏 巴士站 是 其實它那個秋風這裡比較好 它是每一個位置 這些不秀礦位 其實裏面就是一個秋風系統 是一個pipe來的 所以都很難得 好了 我們介紹完A29P 我們過去前面的290 這個就是森巴 797 這就4分鐘開了 797在這裏 990 車是5點半 5點半 即是5分鐘後 我想介紹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有月票機 在這裏 另外我就想轉一轉彎上來 這個就是我們玩 這個白市交交會處 它是白色的 有這幾條線 有去觀塘的 有去九龍灣三萬區 有去九龍灣 有去機場 國泰城 去沙田經大老山隧道 上上來先 等你這條扶手梯 感覺到一些冷氣 因為由商場慢慢滲下來 所以我說這個 巴士的交通交會處 是幾清爽和舒服的 是幾清爽和舒服的 好了 那另外呢 那裏呢 這裏呢 可以站在這裏 可以站在這裏 耶 好興奮 好興奮 哈哈 好Any 我現在可以站在這裏 的 然後呢 那裏呢 這裏呢 心裡是 排隊 5點47分開閘 5點47分開閘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 這邊是商場 其實等一下如果它開 開閘這個位置 我估計它就會開閘這個位置 那就很棒了 可能今天就未必會開到 它就說1號開 這裡就確定是商場 嘩好漂亮 好 回到見證 第一關